黃成國我有問黃成國 我說他怎麼講你幹什麼 我說這個有點莫名其妙 他說何止莫名其妙 簡直不像話 他這樣講他真的不高興 當然不高興 黃成國我打電話問他 我說他為什麼講你這個 因為我看不太懂這個新聞 所以我就問黃成國本人 我說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當時黃成國帶他去 帶他去見議會還是什麼 就是他來當主委這件事情 完全是黃成國一手安排 跟趙英光兩個提拔他 所以這兩個提拔他的人 都被他得罪了 他滴滴在幹他們兩個是黑道 哇靠啊這個昏倒 我說這有一套 這個小孩子亂搞一通 我就說我就開始在想 我就在直播裡面 我說這個小孩他的人格有問題 因為你怎麼會一個提拔你的人 你得罪他沒關係 你得罪講的理由出來 而且他招呼也不打 他砰就突然間就丟出來了 丟出來就是過河 還沒有過河就拆喬 那這個人就表示他這個人情事故 這方面事情他不懂 就好像亮哥在講他說 如果你真的有想法要選舉的話 你真的認為說我是帥哥 我是這個我們叫做延遲擔當 像你這種美麗的那種大美女對不對 我講難聽的老娘不高興 我就靠這個臉為人吃飯對不對 你不是嘛對不對 他沒有這個條件啊 然後沒有這個條件他沒有想法 關鍵是他完全不知道他要選舉 這個風氣已經很壞了 那這個人是無人之輩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剩下的工作 不管他做什麼 大家變成他就變成 這個變成我們綜藝節目的材料 這樣就比較好一點 他再下去的結果 你剛剛講的事件會層出不窮 會跟記者吵架 然後會出揚相 然後會再講出很多 失格不得體的話 可是這個會不會一定讓他敗選 我認為還是要很小心 還是要有很龐大的組織的動員力量 才能讓王洪威勝選 洪威要注意的是這個東西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